這樣可以吧 下次上課之前 因為這個作業很簡單 簡單到爆 這邊再來是創造 創造這裡呢 第一個你會看到像這種東西 它是可以套用的 有沒有看到 那它也在這邊選單也可以選 但是呢這有個大問題 我先挖回去 它其實它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你不知道套了以後 就是你真的用這個選單 或者是用 用選單呢其實是 你也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知道怎麼長什麼樣子 可是問題是 這個一個一個點會不會太坎坷了一點 所以呢 就是有一個方法 它是這樣子 就是找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現在是ENG的輸入法 那這邊呢要去把這個畫面放大比較快 放大以後呢 你這邊會有一個Effects特效 我剛剛是按ESC下面那個波浪形狀的按鈕 波浪形狀的按鈕 這邊會有一個Lumetrie Preset Lumetrie Preset把它展開來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Speed Look Speed Look裡面有一個Universal 通用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這樣看會比較快一點 你可以這樣看 欸 學校的電腦怎麼了 蛤我知道了啦 呵呵 好爛 它選到那個 呃 就是我們現在選那個調整圖層 它看不到 真的有多爛的 我們現在選下面的影片好了 這樣就看得到 你看 你看這邊黑掉對不對 選下面看得到 有看到嗎 所以呢就是 你如果要快速的知道 這個東西是套起來什麼效果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找 會更快 有沒有在這邊找比較快 那這邊有一個東西我覺得你一定有機會用得到 就是這個Day for Night Day for Night呢 它是 呃 我們在拍片的時候啊 拍夜景啊 其實不見得是拍夜景 可能是拍白天的 然後去調色調光 所以呢我現在 比如說我這個影片 直接點兩下套用 再回來看 有沒有 它就是可以直接快速調 那快速調了以後真的好嗎 其實很難說 我們可能也許這邊可以調它這個強度 你有看到嗎 它可以調它的強度 跟Instagram裡面那個濾鏡是一樣的 有沒有 它濾鏡可以調強度 有啊 其實可以調 對 Instagram 沒關係啊 那個 這邊會調就好了 對 OK 所以現在呢 大家就跟你講說 這邊的look 其實你可以到這裡來做調整 第二個呢 是這邊我們看它這個 Fat Film 這個是 呃 就是膠卷顏色變淡嘛 你可以到那個 它的scalp Limetry Scalp 它現在又跑掉了 為什麼 所以我現在工作介面要重置 reset to save layout 重置一下 重置以後 喔 有回來了 對回來了 OK好 回來以後呢 我現在還是一樣點它上面的調整圖層 我的調整圖層去哪裡了 在上面 上面這邊 OK 我現在選 那個 這是 就是褪色的膠卷嗎 然後再來我們看Sharpen Sharpen還蠻好用的 就是那個瑞滴度是真的可以出來 瑞滴度可以出來 然後 呃 剛剛這個Hero Acid 我剛剛好像有套這個效果 把它刪掉 好了 在Effect Control裡面的 它套的這個調色調光的效果 叫Lumetry Color 你可以關掉它 你可以直接關掉它 或者是Delete掉也可以 我現在再回去選這裡 這邊給你看一下Vibrance 這個就是自然色彩飽和度 我們叫自然色彩飽和度 就是它跟 Saturation比起來 它的這種飽和度調起來 比較容易爆掉 就是比較容易看起來不自然 我覺得今天調 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都還好 所以Basic Correction 這個關掉 然後再來是Creative Gone 這邊的Vibrance 自然色彩飽和度 這是色彩飽和度 再來是Shadow Tint 跟Highlight Tint Shadow Tint 是它的暗部 要上什麼顏色的 它的暗部 這是調暗部的顏色 暗部上什麼顏色 然後它的亮部 又上什麼顏色 一般來講 其實 這個都不會調太多 亮部都不會調太多 因為其實亮部比較不明顯 都是暗部比較明顯 然後這邊我現在先調 有誇張一點的 給你看 比如說我的暗部是調綠色 我現在故意這樣亂調 我的亮部呢 調黃色 然後你看 紅色好了 這樣更刺激一點 會不會比較刺激一點 好 好 沒關係 你看這邊 Tint balance 有沒有 往左拉就是 往這邊比較多一點 往右拉 就這邊比較多一點 懂嗎 Tint balance 好 所以這邊我現在可以在 我現在調 我比較覺得看起來 因為我剛說要把它故意搞的 就是冷色調一點 所以我現在再把它拉回來 那這邊呢 是Creative 這一段的調整 那畫面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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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級的 非常好 真的